大友们好啊 最近呢 一直忙着一件事 就是把公司往产业园那边搬 然后呢 我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 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2022年最重磅的一个 便携黑飞播放器的发布 那就是索尼的金砖二代 我们老叫的金砖二代 实际上它的真正型号叫什么 WM1 ZM2 我怎么来形容它 从外观上来看 依旧是明神神夺人耳目 说价格令人胆寒 零售价格在25000块钱以上 让我来形容它 无论是品牌调性 还是外观用量 以及声音的表现力 或者说是江湖的地位 依旧是天花板级的水准 那像这个级别播放器 我们拿它去推什么 我认为应该推一些 旗舰级的大耳 由于它的功率足够大 所以我认为 去推一些HD800 打骨头帮 这个不在话下 那么要拿它去推小塞的 我会选择 依旧是索尼家的旗舰 Just Air 那你要说这套价格是多少钱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4万出头的价格 没办法 毕竟它是便携 highway的一个天花板 现在我举着这个机器 过了就几分钟 确实很累 我给它支起来 众所周知 我是一个70号发烧油 实际上更接近一个80初 我们那时从什么玩起 索尼777的CD机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是最薄的CD机 再后来呢 索尼的DAT 什么D8 D9 索尼的MD 三个一 再到后来呢 数码时代呢 开始玩 索尼的D50 D100 一直到索尼的第一 当然中间像什么鱼雷啊 香水瓶啊 这些东西都是玩过的 要说最近几年 给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就是金砖 当然还有索流伴啊 索流伴我也曾有幸买过 其实作为索尼历史上 最贵的一台便携播放器呢 它已经问世呢 确实是引起了 很多发烧油的共鸣啊 甚至于说 一些土豪发烧油 跃跃于世 实际上金砖1 包括它更低端的黑砖1 在市场上表现 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借着这个金砖2的到来啊 我们就具体聊一聊 这台机器 仔细看啊 金砖2和金砖1 在造型上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 顶多算是别无二致 其实他们俩很有区别的 比如说体量上 金砖2呢 角质金砖1会更大一些 而且呢 在开关键那个位置上 稍微有一些变化 其他的地方呢 确实还真是看不出 太大的变化了 从前面板上 可以醒目的看到 索尼的logo 以及沃克曼的标识 没错 它依旧是 沃克曼这套系统的 一个传承 其实零售价 依旧是在 25000块钱以上 这个定位呢 相当的生猛啊 让其他品牌的国砖 或者是进口播放器 基本上做到了 一个仰望的姿态 下面呢 我们就来聊聊金砖2代 它存在有什么意义啊 也就是说 它有什么黑科技磅身 它的声音效果是怎么样的 首先从外壳上 我们会发现 它整体使用了 4N的无氧铜材料 这样一来 可以使机身的电阻 和抗干扰性 尽量降到最低 同时呢 也解决了 长时间使用的 一个氧化问题 周身呢 进行了镀金的处理 而在底部 分别为其增加了 刚性和韧性 都很强的 铝制切削工艺 这样一来呢 无论是噪音 还是通体的斜震 都会大幅度的减少 使声音做的 尽量的更加纯净 刚才提到了 金砖2代 很显然比1代呢 稍微大了一点 主要表现在哪 就是这块屏幕上 以前是一个4寸屏 现在做到了5寸屏 由于其增加了 丰富的流媒体播放功能 所以说 屏幕的显示质量 或者是屏幕的面积 增加一些 对于流媒体的播放 串流的播放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另外呢 它的一些耳机口啊 Type-C口啊 都是得以保留的 与以往呢 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啊 除了这个屏幕 大的接近40%以外 我们看外观上 基本上保留了 一代的风格 外观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 太多可说的 主要我们说说 内部有什么升级 或者是使用了 什么黑科技 要知道决定声音的成败 主要是供电系统 虽然是便携播放器 但是呢 依旧是那句话 电维生之母 如果供电系统做好了 整个声音的底声呢 就完成了一半的优势了 它使用了 最新一代的聚合物电容 FT-CAP3 这套电容呢 拥有非常好的抗震性 且释放率比较高 对于声音的动态 帮助很大 同时呢 又有效提升了 声音感和密度 能保持巨大的 顺态电流释放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让信号保持平稳 仅有EDLC 十分之一的低组织 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竖模电路啊 其内部设计呢 数字与模拟电路 完全是分开隔离的 这种设计 可以减少 源于数字电路运行时候 带来的元器件造声 同时隔绝了SOC带来的干扰 无仰同模块 屏蔽了安卓区域的 大部分噪声 这样会带来 更加纯净的声音 更低的传输损嚎 还是那句话 卖得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内部呢 比如说大量使用 薄膜电容 绕组的线圈线感 或者是含金量 比较高的无钳焊锡 以及无仰同的 填充布线控锡等等 刚才呢 说的是 它的一些硬件部分设计 下面呢 我们再来聊聊 既然可以作为流媒体 作为串流播放器来使用 它的软件方面 有什么大的提升 全新的安卓11构架 而且有很多 沃克曼风格的界面 这一点来说 情怀这方面 做的还是满闷当当的 其内置了 沃克曼的音乐APP 无论是本地播放 还是串流播放 都能够很好的流畅使用 而下面我们就要说 索尼的黑科技 粉末登场了 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它引以为傲的 升频技术 它依旧保留了 可选择的索尼自研DSD 母带重置引擎 可以通过索尼自家的算法 不流失信息的情况下 将PCM转化为 11.2的DSD 另外角质上一代呢 它升级了DSEE的技术算法 使用其AI技术 可以在采样率 或者是采样深度上 都可以将有所的音乐 提升为 High Race音乐标准 虽然角质上一代来说 它的功能性啊 包括黑科技的加持这方面呢 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它的续航呢 并没有降低 反而增加了 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充电速度 提升了将近一半 四个小时呢 就可以充满 3.2G1的竖籍口呢 可以使传输 更加闪电般的通过了 如果我们要串流播放音乐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20个小时 如果是本地播放 就可以达到40个小时 这一点比以前 确实提升了不少 综合来说啊 这个二代 比上一代呢 无论从播放 还有使用 还有续航方面 都是提升了一个凳次 这必须得益于 它硬件的升级 以及软件的优化 这一系列升级和优化呢 带给我们第一印象是什么 听音乐背景 比以前的金砖一代 更黑了 这种黑啊 几乎达到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与金砖一代 异曲同工之妙是什么 区别于地段的 索尼播放器来说 它的低频 这些棱角呢 基本上已经磨没了 而且呢 尤其是中高低 三频的一个衔接 做得相当优秀 以前我们老说啊 听音乐的时候 好的播放器是什么 声音呢 一气呵成 像一个瀑布一样 基本上听不出 三频的衔接 它的VP部分呢 果断 利落 有质感 但是量感呢 并不是很多 但也绝对不少 对于听什么 电影原声 古典乐来说 这点帮助还是相当大的 至少从音乐的气势 这方面呢 做得相对会更加理性一些 而且真实感比较强 与以往索尼低端的产品那种 动词大词砸脚面 还确实是不一样 但是在软件上呢 索尼加入了 它的拿手好戏 强大的EQ调整系统 如果你说 我就喜欢听动词大词 喜欢听夜店饭的音乐 其实也没关系 通过其内置的EQ调节 可以把声音 做得更加凌厉 更加丰富 中频部分呢 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线条感好 空间感比较不错 我们老说线条感是什么 就是音乐一气呵成 其播放拥有相当强大的整体性 音乐没有断层 你要说它的中频呢 不属于那种特别饱满 特别模拟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要建立一个 相当中立的听音观 就是说我什么类型的音乐 都可以听 古典夜 弦乐 人声 都可以听来讲 这种中频是占一定便宜的 它的人声呢 不属于靠钱 属于比较理智的那种 就是说人声和弦乐 此起彼伏 这么说吧 中频属于偏中正的风格 不属于那种过度模拟 过度刺激的风格 毕竟嘛 索尼在黑白领域 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整个金砖二代的高频系统呢 是我认为 高中低三频里面表现最好的 它的高频滚降点呢 并不是非常的高 属于偏低的 高频听着舒服 对于一些弦乐 小提琴女生 这个表现呢 多多少少会讨喜一些的 尤其是小提琴 这种光泽 以及圆润度 是很多同价位 或者是比它价位稍微低一点 国专没有做到的 对于驱动大部分耳机 耳塞来说 它的高频生长位置 相当的明显 整体来说 高频的表现力 是属于比较流畅的 在听音风格这方面 我认为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均衡 无论你听 比较动态庞大的 电影原声 或者是古典乐 还是说叙事感比较强的 弦乐 民乐 包括一些相对会激烈一些的 ACG音乐 流行音乐 这一点呢 金砖二代 整个平衡的很到位 那说了这么多优点呢 不说缺点 不是我的风格 咱们说说它的缺点啊 缺点我认为就是 第一个 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第二点 确实是过于沉了 拿在手里呢 太坠手了 如果出门带着它 真的就形成一个砖头的状态了 不管可以听音乐 还可以防身 第三一点呢 也就是很多发烧友在讨论的 声音呢 没有过度的性格 没有过度的倾向 你看有一些国专啊 中频非常强大 非常模拟 听发烧人声 那简直是成熟的很 叙事性 代入感 都是让我们津津乐道的 但是低频不行 听一些杂角面的音乐呢 或者说EQ调整呢 不到位 一或者另外有一些 进口品牌的播放器呢 高频偏弧 也就是说中高频 无论是声长 还是节向 都做的并不是很理想 好在索尼有一个强大的EQ系统 毕竟人家做播放器 做了好几十年了 所以说在EQ的调整 在转线的算法上 多多少少这方面 会有一些弥补的 好了 我们跟他聊了 金砖二代这么多话题哈 有包 有扁 那么下一步呢 就拿他接播一些 高品质的耳机 甚至说更加难推的耳机 来感受一下金砖二代 给我们的音乐氛围 至于它是不是您的菜 咱们还是老规矩 在评论区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